在中共两会投票决定中共副总理 国务委员及各部委部长的现场 落选的中共前国务委员杨洁篪显得非常低调 而投票结束后 习近平竟然忘了离场 被中办主任失忆后才匆忙离场 3月19日 在中共人大一次会议第7次会议上 通过了李克强提名的中共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委员及各部委高层名单 包括副总理为韩正 孙春兰 胡春华 刘克 国务委员为魏凤和 王勇 王毅 孝杰 赵克志等 但此前认为将出任中共副总理 主管中共外交事务的杨洁篪 不仅为跻身中共副总理 而且还没有连任国务委员 据港媒《明报》20日报道 中共人大会议19日已接近尾声 主席台上各忙各的 栗战书不实的与坐在他身旁的王沪宁讨论 似乎十分投入 平时还有与临座交流的重庆书记陈敏尔 19日也先后与旁边的军委副主席张又霞等人聊天 报道说 卸任中共国务委员的杨洁篪表现十分低调 杨洁篪未被李克强提名为副总理 国务委员人选 外界认为这有些异乎寻常 但这应该是给习近平的重要盟友 新任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负责主管外交事务铺路 据悉 杨洁篪未处理好中美贸易矛盾 因而受到质疑 杨洁篪被指是中共江派人马 曾长期在江派把持的外交系统任职 曾任中共驻美国大使 外交部副部长 2007年至2013年升任外交部长 2013年升任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 报道还披露 在工作人员统计票数时 按照前几次全会的做法 中共政治局常委 委员以及副主席 王岐山都会离习 但由于19日只需要投一张票 数量比之前少 统计速度较快 其他人此时望向习近平的方向 看看是否需要离习 习近平似乎也没有这个意思 报道说 此时 中办主任丁薛祥向习近平的方向轻轻招了一下手 习近平心领神会 起身离场 而其他人就按照排序离开 散场时 一贯是快步离开的丁薛祥这次停留了一下 主动伸手恭贺身旁的刘鹤当选副总理 丁薛祥 刘鹤都是习近平的亲信 得到习近平的重用 丁薛祥是习近平在上海的旧部 刘鹤是习近平的中学同学 刘备指示其的经济智囊 在去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赏 习近平的大内总管栗战书升任政治局常委 时任中办副主任丁薛祥 中裁办主任刘鹤同时升任政治局委员 随后丁薛祥接替栗战书的职务 出任中办主任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升任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 其前任杨洁实失去所有行政职务 之前杨出访韩国行程突然被推迟 或已显示某种征兆 港媒指 杨江只在党内的外交机构任职 成为王岐山下属 外界分析 江派背景的杨已经被架空 北京时间3月19日 中共全国人大表决通过国务院内阁名单 王毅晋升国务委员并续任外交部长 而上一届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杨洁篪 却没有出现新一届内阁中 此前 曾有多方消息称 杨可能升任专管外交的副总理 还有传闻他可能转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不过 随着这些说法全部落空 杨洁篪可能已失去所有的政府职务 杨洁篪的这次意外出局 可能早有迹象 据韩联社3月16日报道 杨洁篪原计划在全国人大闭幕的次日 即3月21日 访问韩国 但访问突然被推迟到3月28日 原因不明 虽然杨洁篪在中共十九大上罕见的基深政治局 但其未来去向可能只剩下党内职务 此前 杨洁篪兼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该小组由习近平兼任组长 香港南华早报3月10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将与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 及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合并 合并后新设立的部门将由杨洁篪担任 报道说 王岐山担任国家副主席后 会全面掌管外交事务 而杨洁篪将向王岐山汇报工作 王毅则对杨洁篪负责 该报道与路透社2月27日消息暗和 路透消息说 中共外交系统将进行一次重新洗牌 以此应对川普政府和其他外交难题 王岐山 杨洁篪和王毅将成为中共三大外交官 其中王岐山排名第一 直接向习近平汇报工作 不过 对杨洁篪可能出任的党内职务 还有不同说法 香港经济日报3月19日报告称 杨廖将任外事领导小组副组长 并续任外事办主任 并和王岐山 王毅 刘鹤一起主导外交事务 应对中美关系 从上述消息来看 不论杨洁篪出任合作党内职务 都将加在强势的王岐山和手握石权的王毅之间 有被架空的倾向 杨洁篪有很深的江派背景 宇分析指 杨十九大上晋升政治局委员 可能是派系妥协的结果 宇洋类似 江派的郭申坤晋升政治局 随后从公安部长石权职位晋升政法委书记 也被怀疑名声案将 3月17日 在中共十三届全国人大选举会议上 习近平以2970票全票连任国家主席 国家中央军委主席 原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则已一票之差 当选为国家副主席 政治局常委力战书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王岐山在十九大上落退 此次又以普通党员身份出任国家副主席 深圳国籍 外界称这是习王体制的回归 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指出 在新宪法下 他们二人没有任期限制 宪法规定 国家副主席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 在主席缺位时 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 这意味着 习近平可以将手中的部分权力下放给王岐山 有分析指 从此次王岐山高调重返中共权力中心来看 习近平力推的修宪很可能不仅仅是为自己连任而做 更有可能是为王岐山的回归做铺垫 外界预料 王岐山此次出任国家副主席 不可能只担任虚职 新的政改方案出台后 国家副主席将是拥有实权的职位 有中南海知情者对海外中文媒体透露 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后 将是地地道道的二号人物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对香港明报称 有一点最重要 就是习近平信任王岐山 相信王岐山将以类似中共中央领导小组组长的形势工作 有自己的办公室和秘书人员 丁学良认为 习近平可能要依靠王岐山处理两大难题 其一是外交问题 如中美贸易 目前 中美贸易战似乎已经开打 美国还要求将美中贸易逆差减少1000亿美元 最新的消息是 川普还将扩大对中共进口商品课征关税 总额估达600亿美元 锁定科技及电信产业 北京当局为缓和中美贸易关系 以接连派出国务委员杨洁篪和习近平的经济智囊 中裁办主任刘鹤访美 但两人均无功而返 刘鹤日前对中共官方媒体说 中美双方同意近期继续在北京就有关问题进行沟通 外界猜测 王岐山或将担词重任 王岐山在18大进入常委之前 在金融经济方面有过丰富的经历 他曾经跟美国打过多次交道 旅美时事评论员郑浩昌 王岐山在当年处理广东粤海重组案时与外方谈判 展现过非常强悍的手腕 他这个救火队长并非是个虚名 让他去和美国谈判贸易问题 目前应该没有比他更优的人选 其二是经济转型 包括金融领域 目前在政改方案中 被指示小国务院的发改委 七大职能被削 经济决策权从国务院转向中央决策层 丁学良认为 王岐山要做的相信也是处理其中的棘手问题 而金融和反腐是密不可分的 众所周知 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主政时期 将派要员掌控国家经济命脉 中共权贵阶层瓜分金融经济利益地盘 给其当局的政策实行造成很大阻碍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曾撰文称 将派利用掌控多年的经济和金融资源 进行经济政变和金融政变 2015年发生的大陆股灾 就是将派试图用毁掉中国经济的代价 针对习当局发动的一场经济政变 自2017年开始 习近平、王岐山重点清理将派把持多年的金融界 一大批资本大鳄被抓 一些监管体系中的两面人纷纷落马 近日 安邦集团的吴小辉被起诉 以及安邦被保监会接管 成为当局金融反腐的风向标 日前 人大提交的政改方案中 银监会和保监会将合并 中共将在经济领域实行一行两会的监管体系 这显示习当局对金融领域的大力整改和强力监督 未来 相信在王岐山这个反腐沙皇的督导下 金融领域恐还会掀起大的风暴 美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1月中国石油美国国债的规模减少167亿美元 创6个月新低 有传闻称 北京当局将以减持美债的方式来回应美国发动的贸易战 对此 有舆论表示 有两大难题 若不能写决 中方强益抛售美债的方式来打击美国 那恐怕就是一个笑话 美国财政部15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1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为1.168万亿美元 按月减持了167亿美元 持有规模降至去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但仍为美国第一大债全国 有中国大陆媒体发文称 中国停买 抛售美债是牵制美国的金融核弹 也有香港媒体认为 减缓或停购美债 可能是中共政府反击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手段 还有分析认为 随着美国预算赤字不断扩大 中国若缓慢抛售美债 将推动美国借贷成本走高 而美债收益率也会波及高高在上的美股市场 从而起到逼川普在贸易问题上就犯的作用 针对上述论调 香港经济日报3月16日发文称 中国虽然持有大量美债 但也不可能用美债作为筹码 美债绝不可能成为威胁美国的货币核弹 文章表示 那些认为中方抛售美债 可以抗衡美国的人都忽略了一个细节 那就是中国多年来购债的速度比不上美国发债速度 中国今天所持美债最多仅9.4%左右 就美债的总量来说 中国就算大量抛售美债 令美债市场短暂大幅波动 但经过调整后 仍会被其他买家吸收 美国的实质受损很有限 文章指出 中方抛美债还会遇到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能找到替代美债的稳定投资吗 二是中国搞垮美债 持有大量美债的自己难道可独善其身吗 有观察人士认为 中方如果真的抛售美国国债导致美元贬值 反过来也会削弱中国商品在海外的竞争力 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中旬 美国彭博社就曾引述未具名的消息人士爆料称 有部分中共高层官员建议北京当局放缓或暂停购买美国供债 这可能与美国政府近期在贸易方面向中方发难有关 当时港媒上出现的一篇题为 中国唐廷买美债随时自己也成书家的评论文章指出 从目前五年期美债的收益率来看 美债是优质资产 这是吸引中共政府长期以来大量购买美债的原因所在 也是其他替代资产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文章并指出作为美国国债的一大持有者 中共政府如果真的突然停购美债 确实会令美国财政部的融资受阻 导致美国在今后数年间的融资需求大幅上升 然而美国债市一旦出现大的波动 当前仍然手持大量美债资产的中共政府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其直接后果恐怕是斑石头砸自己脚 就在彭博社抛出中共政府可能通过抛美债反击美国的消息后不久 中共外管局发言人很快就在记者会上回应称 这可能是假消息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在中共两会投票决定中共副总理 国务委员及各部委部长的现场 落选的中共前国务委员杨洁篪显得非常低调 而投票结束后 习近平竟然忘了离场 被中办主任失意后才匆忙离场 3月19日在中共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 通过了李克强提名的中共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委员及各部委高层名单 包括副总理为韩正 孙春兰 胡春华 刘克 国务委员为魏凤和 王勇 王毅 孝杰 赵克志等 但此前认为将出任中共副总理 主管中共外交事务的杨洁篪 不仅为跻身中共副总理 而且还没有连任国务委员 据港媒《明报》20日报道 中共人大会议19日已接近尾声 主席台上各忙各的 栗战书不实的与坐在他身旁的王沪宁讨论 似乎十分投入 平时含有与临座交流的重庆书记陈敏尔 19日也先后与庞氏某种征兆 港媒指 杨江只在党内的外交机构认时 成为王岐山下属 外界分析 江派背景的杨已经被架空 北京时间3月19日 中共全国人大表决通过国务院内阁名单 王毅晋升国务委员并续任外交部长 而上一届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杨洁篪 却没有出现新一届内阁中 此前 曾有多方消息称 杨可能升任专管外交的副总理 还有传闻他可能转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不过 随着这些说法全部落空 杨洁篪可能已失去所有的政府职务 杨洁篪的这次意外出局 可能早有迹象 据韩联社3月16日报道 杨洁篪原计划在全国人大闭幕的次日 即3月21日访问韩国 但访问突然被推迟到3月28日 原因不明 虽然杨洁篪在中边的军委副主席张又霞等人聊天 报道说 卸任中共国务委员的杨洁篪表现十分低调 杨洁篪未被李克强提名为副总理 国务委员人选 外界认为这有些异乎寻常 但这应该是给习近平的重要盟友 新任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负责主管外交事务铺路 据悉 杨洁篪未处理好中美贸易矛盾 因而受到质疑 杨洁篪被指示中共江派人马 曾长期在江派把持的外交系统任职 曾任中共驻美国大使 外交部副部长 2007年至2013年升任外交部长 2013年升任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 明报还披露 在工作人员统计票数时 按照前几次全会的做法 中共政治局常委 委员以及副主席王岐山都会离席 但由于19日只需要投一张票 数量比之前少 统计速度较快 其他人此时望向习近平的方向 看看是否需要离席 中共十九大上罕见的基深政治局 但其未来去向可能只剩下党内职务 此前 杨洁篪兼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该小组由习近平兼任组长 香港南华早报3月10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将与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 及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合并 合并后新设立的部门将由杨洁篪担任 报道说 王岐山担任国家副主席后 会全面掌管外交事务 而杨洁篪将向王岐山汇报工作 王毅则对杨洁篪负责 该报道与路透社2月27日消息暗和 路透消息说 中共外交系统将进行一次重新洗牌 以此应对川普政府和其他外交难题 王岐山 杨洁篪和王毅将成为中共三大外交官 习近平似乎也没有这个意思 报道说 此时 中办主任丁薛祥向习近平的方向轻轻招了一下手 习近平心领神会 起身离场 而其他人就按照排序离开 散场时 一贯是快步离开的丁薛祥这次停留了一下 主动伸手恭贺身旁的刘鹤当选副总理 丁薛祥 刘鹤都是习近平的亲信 得到习近平的重用 丁薛祥是习近平在上海的救部 刘鹤是习近平的中学同学 刘备指示其的经济智囊 在去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上 习近平的大内总管栗战书升任政治局常委 时任中办副主任丁薛祥 中裁办主任刘鹤同时升任政治局委员 随后丁薛祥接替栗战书的职务 出任中办主任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升任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 其前任杨洁篪失去所有行政职务 之前杨出访韩国行程突然被推迟 或已嫌